第一個 我剛剛是把這個年 把區埃又複製了 貼的時候我是用什麼 用那個選擇性貼上 因為它是公式嘛 所以只有值把它貼過來 然後再利用什麼 移除重複 把它這個打勾為 因為它有標題 它會只留下不重複的12格 也就是這邊 3000多個裡面 其實都一直重複的只有12格 所以最後得到的就是不重複的資料 就是12格 那你說老師 到底這個裡面 3800多筆資料裡面 中正區裡面到底佔幾個 有沒有 文山區到底佔幾個 那以前如果你要算的話怎麼算 一般是直接拖拉到樞紐分析表 像我剛剛這樣 可是如果 假如考各位 如果請你不要用樞紐分析表 可以做出跟樞紐分析表 一模一樣的結果的話 請問 這裡 應該 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完成 其實我剛好 剛剛有講過 這算什麼 算它的比數 比數 比數 對 那如果在這邊的話 其實 它在統計類 統計類 裡面有抗子開始的 有沒有 抗子裡面有說明 它其實算那個 儲存哥裡面是數字的 有幾個 所以如果裡面假設你不是放數字 就是0 如果是數字就1 OK 就把它一直加在一起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知道 到底中正區 在這個範圍之內有幾個的話 那怎麼做 很簡單嘛 不是康語符的 然後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range range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range的部分的話 你就是直接有個要放在f 然後選到底 不要用滑鼠啦 現在用cantle-shave往下 有沒有 cantle-shave往下 就選到底 然後 條件的話 這quiteria 就指的是什麼 要幫我找的就是中正區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這一整個範圍 這一個就是它的條件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嘛 所以記得把f2的2 前面加個淺的符號 f的3823 3 加一個錢的話 因為你向下填滿會自己加1 所以不要加 OK 好 算出來之後就是289筆 有沒有 比數嘛 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了 OK 這個的話是利用Excel裡面的Convif 其實 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你可以這樣做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假設這邊 用插入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得到的結果應該會跟這邊一模一樣 有沒有 就是把區拖到列 把區拖到池 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中正區的話是不是289 中正區是289 對 289 文山區是不是22 文山區是不是220 對 220 OK 所以其實 兩個做出來的結果一模一樣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比較接近 待會我們在Python裡面要做的 所以如果假設請問一下 如果我希望請你把這兩個 用Python的方式做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這個程式 OK 也就是移除重複 那很簡單 如果假設 以後如果你假設要 把剛剛這些東西 要把它移除重複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 這邊加一個list A list A list A 這個變數呢 它是來自於list E 裡面的移除重複 如果你要移除重複很簡單 一個資料型態叫做 Set 最簡單 其實你們可以查一下 那個AI 其實你問他說 我要如何在Python裡面做移除重複 它會列很多種 其實我覺得 Set 最簡單 如果我假設 利用 Set list E 它其實就是類似 叫什麼呢 移除重複 因為 Set 有個特性 就是裡面會放資料 但是不會有重複的 最後把這個list A把它Print出來 Print List A 你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 移除重複就有了 有沒有 移除重複很簡單 就 Set 把list A list A 裡面的所有東西 留下不要重複的 那最後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 有沒有發現 剛好就萬華、大同、南港 剛好是不是十二個呢 算一下 剛好就十二個不重複的 好 不過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發現 它的瓜湖 有沒有 它不是中瓜湖 所以表示它的型態不是串列 OK 跟各位講一下 Set其實本身在Python 就是一個資料型態 這個資料型態很像是一個串列 可是它跟串列最大不一樣 就是它沒有重複的資料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它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串列 只是資料不會重複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想到 那個類似像移除重複的話 可以用set 但是你說 老師可是問題 我不要用set這個型態 我要把它轉成串列的話怎麼做 很簡單 請在這個set外面再包一個list 瓜湖 在尾巴再加一個後瓜湖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幫我把它這個set移除重複之後 再轉回去串列的意思 所以這個串列list指的就是轉型的意思 再幫我轉換成串列的形態 OK 所以這個printer printer list的衣服我不要輸出好了 不然上面很亂 所以剛剛是大瓜湖的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串列了 就OK 第一個 移除重複成功了 好 達標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算什麼 算那個 我們剛剛做的 剛剛做的這個 比數 所以喔 我們剛剛不是列了12個不重複的 萬華區 那萬華區到底幾比 怎麼算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算的話 還記得要看著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要算什麼的話 其他的語法是 就是從list1裡面點 count 有沒有 看著 瓜湖之後 如果你要算什麼 算萬華區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萬華區放進來就可以了 幫我算一下萬華區 有幾個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個萬華區 放到這邊來 把這個萬華區 幫我把它算一下 寫不上 這樣的話呢 再把它print出來 它就會得到 那個萬華區 可以把它print一下 把它print一下 幫我算一下 萬華區到底有幾比 執行一下 406 check一下 是不是406 萬華在這邊 406 有沒有 可是你說老師 他目前這樣不可能一個一個 慢慢查吧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12個一起查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list A怎麼樣 寫個回圈回就好了 逐一逐一的把它取出來之後 放在這個裡面 可是問題 所以喔 然後逐一怎麼追求 一樣喔 for i in range 這個 很固定的寫法 有沒有 然後0 0.len 把那個list A裡面的 所有的資料 逐一的幫我怎麼樣 把它取出來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count一下 所以count的話呢 這邊就是把這個 萬華區 改成 這個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什麼 中瓜湖 然後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i從0嘛 所以先抓什麼 抓萬華 算完 然後再大同 再南港 也一時類推 然後把它print一下 那你會把 欸 算完了耶 有沒有 這個得到結果 有一個清單 可是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 可是問題看到 我們不是要看到 我們是希望說 把這幾個 十二個 統計結果 幫我存在一個串列 所以最後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 算出來結果怎麼樣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list b 所以這邊的話 需要一個list b list b 然後呢 先給它一個空的好了 那我等一下就是用 這個list b 那我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還記得吧 如果是串列的話 放進去資料就append 然後把什麼放進去 把你得到的這個資料 放到裡面去 這樣OK了 然後最後的話 其實我就不要print這些 我把它放進去 最後幫我把list a 跟list b 通通把它print出來好了 我確定一下 所以list a 幫我print list b 也print 這個的話 就把它delese好了 所以這邊是移除重複 這個的話是 幫我算一下 各區的數量 並且把它放到list b裡面去 兩個把它print 結果看一下 看一下結果 對 這個是 十二區 那這個是十二區裡面的數字 欸 就有了 那這兩個有之後的話 要畫圖就簡單了 OK 跟上個禮拜一樣 應該可以懂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最好是 可以把這些地方delete掉 自己答答 他說不行喔 沒有你們可以參考雲端 雲端排版的第幾頁看一下 應該是在這邊 我剛剛寫的一模一樣 第八 這邊有沒有 二跟三 以第九頁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下 好 就這裡喔 OK 試一下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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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